波音的星际飞船漏了 印度人笑了 印太战略来了吗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傅元爽 波音公司的星际飞船太空舱发生 氦气泄漏和推进器出现问题以后 美国宇航局宣布已经推迟了飞船 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的日期 或许可以说 波音公司的飞船有可能就此就回不来了 虽然太空站上还有大量的补给 美国人也没有必要马上加两名宇航员接回地球 但是波音公司造的飞机越来越不靠谱 连造飞船也能出现这么大的直浪问题 这让美国人难以接受 于是美国国航部就开始了调查程序 要找到这次事故的根源和答案 现在的问题是 波音公司在这艘新造的飞船的供应链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 美国国航部已经启动了调查程序 而且他们最终将目光投向了一种叫做印度生产的 钻桥太空铝的新合金上 当然所谓的钻桥太空铝 实际上就是为了挖苦美国人而编的一个段子 这个段子源于一个合理的推理 由于乌克兰战争的持续 美国近年来一直禁止使用俄罗斯生产的钛合金阀门 又由于他们对中国航天部门的制裁法案 不可能直接采购中国的零件 于是就找到了南亚的太空大国印度 而印度人则直接给美国人用上了断桥铝 所谓断桥就是在制造过程中为了降低铝材的热传导率 特意在材料中间加了隔热层 当然这种说法相当不靠谱 不应该成为波音飞船害气泄漏的直接原因 更大的可能 还是波音公司所使用的太空铝材料 或者加工工艺存在问题 而这些材料可能就来自于印度 西方媒体公开的一项调查显示 这些太核心的来源最初指向了中国的以下公司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所下属的陕西宏远航空锻造技术公司 而中国方面给出的答复是 曾经在2019年向土耳其出口了一批钛合金 但中国产品的技术是专业合格的 而土耳其转手将钛合金卖给了意大利 意大利就转手给了波音公司 只不过意大利人在转手卖给美国人时 加了一点印度的产品 也就是他们将中国产的钛合金留作自用 把印度的所谓钛合金卖给了美国 那么波音公司拿到的带有 咖喱味的钛合金就没有发现问题吗 这个看似不可失忆的事情 还真的就发生了 美国人对意大利人说质量没问题 这里面还有一个知识点 那就是太空旅在飞船上的使用很正常 因为太空旅不是普通的旅 其屈服强度要比纯旅提升10倍 达到了300兆帕 而载人航天所用的返回舱 有一部分使用的就是太空旅 之所以使用这种材料主要是为了减重 然而太空旅的屈服强度要比太合金差很多 因此太合金往往又用在航天器的燃料储存箱 燃料管路阀门等最关键的部位上 可见波音公司由于通过国际供应链 来获得航空航天材料 最终使用了质量有问题的部件 这或许才是导致这次氦气泄露的真正原因 那么波音公司能够将这次飞船失败归咎于印度吗 当然不行 因为印度人说了 谁让你当时图便宜呢 那么接下来 美国人可能要好好的查一下 美国的金融企业为了提高利润 到底用了多少印度生产的所谓钛合金 或者是航天铝了 由于使用这些原材料的可能不仅仅只是飞船 还有可能会用到F35战斗机等高端武器上 据说F35所用的部分铝合金配件 可能就是印度人拿门窗里材料二次加工的 这个隐患是否会被挖出来 也非常有意思 现在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波音飞船质量的问题 奥巴马的印太战略自乎失败了 但是波音公司却让印太战略获得了成功 一字之差 让人回味无穷 翻译 感谢观看